两架阿帕契直升机低空飞过 科普尔机场各国撤桥行动还在进行 只是离跑道不远的停车场 竟然藏有大批武器 整柜步枪整齐摆放 阿富汗政府军投降后 这些武器放着没人管 不管谁来到这里都能轻松据为己有 放眼一看 甚至连武装车辆也是原地丢弃 各种先进军务 塔利班当然不会错过 看看满地背心头盔 步枪火箭炮也能堆成一座小山 塔利班征服阿富汗的过程中 边打仗边捡美军留下的武器 这些战利品的价值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 有了欧美武器加持 塔利班宣称装备已经不比美国差 他们甚至打造了一支精锐的特种部队 取名313巴德里作战营 士兵们舍弃塔利班白色长袍 从头到脚清一色都是美国的军服和武器 如果远远看或许真的会把他们当成美军 部分在喀布尔街头巡逻的塔利班武装人员 已经是全副美式装备 手持美制M4卡冰枪和M16突击步枪 这支精锐部队现在负责喀布尔的街头巡逻 只要让他们看到有人拿着阿富汗黑红绿三色旗 就会上前硬枪 美国以反恐名义提供阿富汗政府军武器 但这些枪口瞄准的恐怕还是阿富汗老百姓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